为了感念国军官兵在疫情期间的辛劳 同时又照顾农民的生计 华林县政府副秘书长 以及民政处长典人 28号代表县长徐甄卫 前往了南美轮营区 来慰绕驻军部队 自证了250颗的凤林大西瓜 由陆军花房部指挥官李荣华 中将代表接受 期盼为官兵在炎炎的夏日 提供最佳的餐后水果 并且行销 花莲夏季产量优质的农产品 为体恤农民辛劳 并感念国军在地服务精神 花莲县府副秘书长和民政处长等人 28日来到陆军花东防卫指挥部 代表花莲县长 自证250颗来自花莲凤林 第一批盛产的甜美大西瓜 给县内各部队一南服役单位 除了照顾农民生计 也感念国军在地服务精神 不论风灾等任何时刻 担负起防卫家园的重责大任 每当花莲有风雨交加患难之时 或者像0206大地震患难之时 见证到我们国军的情操伟大 这是让我非常感动 那更了不起的是 在风灾期间一样执起 可是风灾过后 当民众面对一些风灾过后 需要去回复我们县的高原师 接跟我们复健的一个过程 还是要劳驾各位 所以县长在我要特别代表他之间 再三的叮咛 再三的嘱咐我 一定要代表他 来表达对于我们国军弟兄感谢之意 那这250颗西瓜 除了我们自己第二专案区的官兵 包含我们现在在西部 在下基地受训的官兵同仁 我们同样也会用寄送的方式 让他们能够享用花莲在地 甜美多汁的西瓜 所以我们这边也非常感谢县长 以及县府团队 我们想平常我们在营续一面 加强战备任务训练 为了就是守护家园 所以我们用这个守护的心 也感谢县长对平常我们的照顾 我们也相信在未来每一个工作 我们都能够善尽我们的职责 做好我们守护家围的重大的使命 县府原定在端午节前赴澎湖进军 并探视花莲县级60多位一男子弟 但因新冠肺炎疫情尚未稳定 因此改请民政处寄送花莲大西瓜 让束手离岛的官兵先一解思想之情 而第二作战区政战主任黄中昌表示 感谢圣府的禁军 包含在西部以及下基地受训同仁 都有机会享用到这批花莲甜美的盛产西瓜 接着长邦彦花莲师报导